字幕 李宗盛 So happy 又是我坤頓 還有Space Odd隊 Hello Hello 又有新歌了 你們 是呀 你這次有別怕講再見 沒錯 就由你作曲填詞 是的 其實這次我一聽這首歌 就很顯示到你們雙主唱這件事 以前有些歌曲不太明顯 這次真的做得很好 是雙主唱這件事 還有二部 整個作曲或是創作上 這件事是怎麼搞出來的 其實最初我的展示跟這首是 我猜是超大的分別 最初做的時候 網絡的範圍是更高一點的 而且他會快一點 是當初做一個展示出來 是我自己錄了兩把人聲 他哼了音樂出來 後來Agent Tran 這次跟他合作 他選這首歌之後 就重新變成現在這個版本 因為當初他聽到展示的時候 可能他反而想到的空間很大 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要兩把主音的聲音都突出 所以現在出來的別怕工作 這首歌 除了開頭一段熱樂之後 就是我們兩把聲一齊的特典部分 一個很清新的吉他在底 然後兩把聲握著這樣唱 所以這次比以往Space的歌 相處音的部分更突出 所以聽到這個特典出來了 一旦很容易就認不到了 而且你初代說 首歌再高一點和快一點 但已經很高下了 所以其實因為玩主和這件事 很有趣 你可以無端端主變成和 或者你用真音上解音上 兩樣都不同 所以開始玩的時候 那個高音位是假音來的 反而下面低的才是真音 然後下來是一個交叉 所以有不同的Key 都有不同的玩法和唱法 但現在出現了 大家聽到的這個版本 想問一問 其實Demo做了 然後找了Agent Jan幫你做歌 由這個方向去出發 Band Members如何處理這首歌 或者你聽到的時候是怎樣的 因為本身Demo只有兩把人聲 是沒有backing 大家其實在那個想法 是相對沒有Agent那麼多 我們聽的時候起初會覺得 因為它是亨曉 以模仿日文的康口 大家就會很容易幻想 這首歌是日本 但不能現場的畫面 的確是真的 尤其是我們 譬如我們Adrian選了這首歌之後 我們大家都編 不是 應該是未選歌之前 阿Pen 阿火和阿健 都幫忙去 把這首歌 加回一些色彩 即是backing 一些 chord 加回所有 變成 先撿出你們的畫面 對 撿出這件事 令到Adrian後來聽的時候 會有更多感受 但最主要Adrian是很強調 一件事 究竟我們樂隊是想 呈現什麼給別人看 那是他選擇這首歌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兩個雙主音的 那條Harmony 那條Lies 這個是他最可取的地方 變成其他 他們參與的部分 就是選了歌之後 變成編曲上他們就參與了 即是由創作到demo 到你們最初 Bang members一起想的方向 以及現在 真是兩件事 編曲上有 慢慢展開 大概八成是 我們自己的編曲 都是這樣 但是 在後面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 我們這次用了真的弦樂 去做歌曲的前奏 以及在尾位 其實整首都有的 很重的弦樂部分 這就是Adrian的功能 他也加了很多他的意見給我們 為什麼會用String呢 他一聽到 他一開始聽到demo的時候 噢 這首歌 真雞 要用 他已經想到 小太監就是雞 對 所以大家都馬上合作 好啊好啊 聽到真的弦樂的時候 大家很興奮 會感動很多 還有你說 整首歌 由demo到 其實現在出街的版本 其實都很不同 編曲上大致上一樣 但是 譬如入到錄音室 甚至 真是錄那個demo 即錄他出街的demo 其實已經很不同 因為Adrian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想法 我們都會錄了很多個版本 對 Adrian WhatsApp交流 特別是阿火 因為阿火 準備了整個月的鼓 到入錄音室之前都改了很多 讓他自己說 對 因為Adrian是相對 他一感動到 他覺得更加好的時候 有些東西他聽起來 更加正 他就會改 所以我就反過來 我很喜歡 準備好打法 然後到最後就演繹出來 我是喜歡這樣 但是我猜不到 一去到的時候 一錄完之後 他說 我們由頭來過這首歌 即考你排 即考 即考 事件是第一次 變成我在打的時候 其實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當然 他這樣說 我們一定會信監製 但出來的效果 我們都很滿意 沒錯 那這次有這首歌 第一步是另一個想法 到做這首歌的時候 為何分詞是這個方向呢 為何別拍說再見呢 這首歌有曲線 所以就要想想這首歌的 melody 旋律應該配合什麼 其實是很機嫌巧合的 我去旅行的時候 也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聊天 我上次去的時候 一年前 你還是放不下這段舊情 還是那個女朋友走了之後 你還是這麼執著 其實你應該要 move on 要再去遇下其他人 然後跟他聊聊 就想了別拍說再見這五個字 就吐弄在第一個melody上面 就是cholise上面 後來再跟他聊聊聊的時候 回到香港 跟你一個朋友聊的時候 他跟他有相同的情況 然後去想想 其實很多人都放不下 他未必是口說出來 他心裡 只是他沒有釋懷出來 所以就把這些故事 加上我們再聊聊 大家有什麼感情的經歷 綜合了做這首歌的歌詞 別怕說再見 即使累積海妙事先 從頭開始將畫面會算了線 三晚片段再上演 下一次再會面 每次再湧藍藍的天 風箏飄上上月人會變 想復仙 人生順便還變 除了在歌上 其實大家當然會看到MV 這次MV還要是 鋪了很多灰塵在你們的樂器 甚至在自己身上 為何會是這個想法 以及在這樣的狀態下 拍MV是否辛苦 我們之前已經跟導演上來開會 聊聊今次的MV想怎樣拍 以及想呈現什麼 歌詞上說了一個故事 就是將一些不開心 或執著要放下 導演開頭跟我們聊 要找一個主角 男生或女生是失戀的 然後就看看他這段時間的經歷 如何由失戀慢慢放下 開頭我們在想 要男生要女生好呢 最後都選了女生 原因就是沒有理由 找一個男生在哭哭哭哭 有我們五個男生唱 玩一個歌 玩一個男生在哭哭 所以選了一個女生 其次就是裡面那個 玩一個粉塵 那就是導演的主意 構思就是 那些粉塵由我們開始唱的時候 首歌開頭就是講女生失戀 我們整身都有很多灰塵 到中段開始想通了 那些塵就向天飛起 就代表我們執著我們的舊情 要放下 就隨風而殺 所以那一幕我們覺得 挺特別的 那部分方面真的是 金 那些旺戲是金 那些樂器 樂器不用要了 幸好我們也有很多保養的番茄 樂器怎麼辦 樂器到最後 有保養的 反轉這樣倒一些 有時清潔 整個乾淨 心不心痛才倒下去 這次很好的 這次我們有一個支持 但我們已經跟他們說了 我們會有這樣的補習 所以我們要帶了一些風機 去把樂器吹得很乾淨才去規劃 都很幸運 因為它是芝麻粉混麵粉 其實就不會濕 很容易一掃就不濕 濕的話就是 不濕的話就是 好想看 但這部分 把這個倒一些粉 我們新的部分 其實最難的地方 就是 因為其實你看回MV 我們是 前半段的MV 我們全身都是那些粉 然後到中間 就那些粉升起了 然後最後我們變回乾淨 那這部分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拍的時候 當然是拍了我們 調出來拍 調出來拍 後面那些 然後中間就倒粉 然後最後就髒了拍 那我們中間這一部分 就很精彩了 即是短短幾秒鐘 其實我們拍了兩個小時 試剋的時候 剋了大約十次八次 倒生症的話 我們就剋了兩次 因為它要倒進我們的身體裡 這個時間 可能只是幾秒鐘的時間 但是我們唱這句話 其實是可以很長 即是十秒鐘 那句歌詞 但是 怎樣濃縮到 只有三秒就要唱完呢 所以要加快一首歌 然後還要倒轉唱 令到歌詞可以到播的時候 升起這份 然後我們的嘴型對回歌詞 這部分真的很難 但我們也練了很久 我們怎樣唱呢 原本那句就是 如果天清不計較大 與沙多少 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反轉 就是這樣的 你把這段影片回規 應該就好型 是對的 對的 對的 對的歌詞 但要記住 我們現在這個 是快歌的三倍 所以是唱不同的 基本上是亂說的 但出來是相似的 但是 是相似的 對的 最重要是因為 你不足夠 再多幾次 因為他丟過來的那些粉 你只能夠多吹一兩次 就沒有 要不然就吹軟 你全身都有粉 我們真的做了兩次 大家都很滿意 最後的成果 原本他們全部都有手 跟動作去做 他們更瘋 是 這件事很難的 事情都做了準備功夫 自己拍下自己這樣彈的時候 是怎樣 然後就倒轉 原來是這樣 這樣反轉 好像有指揮多些 阿火厲害 阿火那個是怎樣反轉 都有練的 都是反轉的 但跟我們說 後來是要快三倍我就放棄了 你有沒有練過 我這樣慢慢都做 你自己就行 這樣是正常的 我十八三倍 三倍 三倍是這樣的 其實很有趣 挺有趣 這次拍法是很難得 這是第一次試 挺好的經歷 有試到一些新的東西 做了一段時間的音樂之後 這次聽到變化講將健 在你們雙主音這部分 是很突出的 聽到你們的特點在這裏 接下來做歌 會不會繼續多這個方向 絕對會是 因為始終我們問過很多次 都跟Adrian開了很多次會 聊過 究竟樂隊 我們是否一定要 去含一聲 就是叫做樂隊 因為我們 我們會經常問他 我們會不會 比其他樂隊來說 我們是否算是 比較文靜一點 我們會直接問 他就說 不一定要吵 你先賣什麼 他經常問我們 賣什麼 他就跟我們說 既然你們有兩把聲 不如就 玩多些你們的聲 在這裏反而給大家聽 多些 我們很同意 也都不斷去嘗試更加多 譬如今隻為例 別怕講再見 你剛才說過很多的二重唱 Ellip Harmony 即是主音變和音 和音變主音 去做 接下來我們 可能我們再鋪排 會試更加多的東西 可能是 不單止我們自己 唱那部分 可能加上他們和音 因為其實 現在他們越來越喜歡香港 可能加上他們一起玩 其實那件事就更加豐富 現在聽到這首歌 下首為何時 其實最快 我們會在這兩個月內 我們會發佈自己的歌 在網絡 或者是一些 技術中媒體 這兩首歌 不是主打放在派堂歌 為何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舊的作品 其實在Live唱過 但是我們就 今年我們主打 就放在年中至年底的 兩首歌 也都選好了 就是選好了 我們已經在編 只不過是 我們這兩首 所謂的Side Track 就是因為我們 做過唱過 我們想整合 去送給我們的粉絲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們 究竟你們幾時會有這首歌 這首歌 我們就會盡快去放出來給大家聽 也是因為 為何會這麼密合緊估 今年我們會想出五首歌 就是因為我們很希望 在年底可以做一個 我們售票的演唱 這個是我們今年最大的目標之人 所以希望朝著這個目標先去 暫時未確認 但是我們不理了 先做了先 希望你們按著這個計劃順順利利去進行 下次有歌 或者想要改到Side Track 你們不打開台也好 照跟我聊天 下次再見 Eğer我們就糊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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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